今天到十八比二十 砸起来砸回来 别别别别别别 不行不行 放军哥那个顶上的头 我在这边 再抢一个再抢一个 罚球来自 没关系没关系 读一把 说吧 读一把读一把 现在我那罚球 别这么跟他说 赵哥 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莫名其妙 陈德文这个选择 罚一个 没事 他是想要球权 去故意罚不尽 要求 故意罚不尽 这三十六秒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但是这个选择 会不会成为 他们丢掉比赛的 一个关键的失误呢 加油 稳住 往里打 走 乱归 但是现在要看防守了 还有三十秒 两队都还有进攻机会 读一哥 往里拆 这一下 大叔 恭喜维修洞 这一下 攻速 担速赛区 大叔会去抵 好 大叔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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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这场球 就可以说 我们整个南区 一个人都不用淘汰了 那一刻我觉得 能把这个担当下来 我觉得 很好 我觉得他们很棒 很棒 当得起 南区处理场排的位置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胜负到最后一个回合才分了出来 这场比赛我觉得最佳拳是我的二弟张智阳 他在比赛中用他的经验 他的图分 他的投射 真的是决定了胜负 对 队里了两个队员 一个是智阳 一个是曾杰 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建立一个很熟的关系 今天老张头给河北青黄岛争了口气 我很为他高兴 谢谢阅哥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在撒什么 昨天我就说我要支持福建队 刚福建队上去的时候 我竟然没有认出他们是福建队 然后我就这样再次错失了 支持福建队的机会 我用福建话跟他们说一声 抱歉了 不要紧了 有一些抉择 连教练都不知道 这个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 六分钟的比赛 你前五分58秒都非常好 但是你最后两秒钟 你不按执行 最后你导致满盘结束 所以这个是我生气的点 第二个 我生气的点 或者叫伤心的点是 你不赢就要有一组淘汰 我伤心的第二个点 其实在这 很复杂心情 就突然手软了 一边是想拔镜 一边想让我去弹钱宽 然后冲抢一个篮板 当时的心里就是很犹豫 自己没有决定好 还有 当时陈泽文那个罚篮 主要原因就是赖我 因为当时我给泽文说 咱们把这个球你罚到前沿 把球弹回来 我去挡白牛 咱们再把这个板抢到 咱们增加一个进攻的回合数 但是泽文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了吧 他发篮 你怎么这么跟他说呀 超级 走 我觉得他们NBA看太多了 所以那些很神机的得分 很神机的翻盘 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个想法 我觉得他可能根本没有丢过这个球 我的感觉这个更像耍帅一点 他们这一队都要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我有一些话想说 我们这次西部跟南部之间的对决 其实非常非常精彩 但是我想说的是球员在球场上 这个执行力一定要去听教练的话 就有些时候不要在场上自己去做抉择 一个优秀的球员 他一定是在球场上听教练话 执行力非常到位的那个球员 这才是教练需要的球员 现在进攻就明确 那个叫李明伦的防你 你多自求 防你你多自求 就跟你打打拆 或者一打一 梅艳南看看能不能再续一个三分 再来再来再来 先别庆重 压着他的后卫去下顺 然后你找偷篮的机会 踢巧 命中 再来下机 给到中间 梅艳南 结束比赛 不能自作主张 前面部署的都非常好 但一上场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这个是绝对是大忌 如果在职业球队当中 这个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这种惩罚 按照我们的赛制 我们要直接在西部 带定一个场排 现在我们就需要整个的 经理团队教练组商量一下 我们待会儿需要岳哥 给出我们一个答案 他们会带进哪次场排 你知道 今天表现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铁血 关系没毛病 是吧 校正也有可能 我觉得铁血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带定可能是会是我们 因为今天这四场比赛 就我们打的就是比较烂 因为别人都比较胶着 然后才输的球 我们是一开始咬住 但是到后面就崩盘了 实际上从选择来讲 就是这两只了 你就不要选这个 你就要选这个 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 已经在一个点上了 当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带定我们了 刚才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 然后杨明指导选择器权 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带定的场排是 野路 我们一直觉得既然在球场上 在人生中也是一样做错了 就要付出相当代价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他们一定的缓冲时间 让他们自己在证明自己 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这就是职业队教练 残酷之处 你在球场上犯错 你就要付出代价 看到结果我们这也是正常的 做错了就要认吧 后面的比赛 我们三个一定要再打回来 一定要再去证明我们三个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东部赛区和北部赛区的四场三维三 那在四场三维三打响之前 我们还是邀请孙岳教练 依然拥有优先的选择权 要成为哪一个区域 我觉得已是公平 我还是用这种方法吧 然后那个曹芳 你选一面 换换换换换换换 花 花 花 我还是字 好棒啊 字球多福了各位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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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孙岳